國際佛光會洛杉磯協會 將在7月19號 於哈歇達綱的佛光山西萊寺 舉辦2015年 于蘭盆公僧法會 協會在今天舉行了記者會 介紹了今年公僧法會的活動內容 國際佛光會洛杉磯協會 在西萊寺舉辦年度活動 于蘭盆公僧法會 將有佛光山宗長新寶和尚 西萊寺住持徽東法師 南京七霞寺住持龍象法師 以及美加地區76位法師等人 出席應供 共僧會是佛教裡面的一個傳統 在佛陀的時代 通過三個月雨季之後 雨季的修行 佛陀非常多的弟子 因此而得到內心的清靜 乃至於政務解脫 這個時候周圍村莊裡面的人們 都到佛陀和他弟子居住的地方 去供養僧團 以期通過這樣的行為得到 使自己能夠將來得到解脫的機會 所以慢慢地 這就形成了一個傳統 就是共僧的活動 今年的共僧法會 恰逢佛光山西萊寺兩年一度的 短期出家修道會 有150名信徒在西萊寺 體驗出家人的生活 而他們在短期出家修道會結束後 立即就能參與共僧法會 具有特別的意義 佛光會洛杉磯協會的會員們 秉承傳統 落實創會總會長星雲大師的理念 發揚供養大眾 供養永生的精神 當天我們有將近100位的法師跟小三明 接受供養 那麼同時我們也到南加州寺院 去供養大概120位的 其他寺院的法師 包括有南傳 藏傳 北傳 那麼就主義不同的區分 有越南人 韓國人 泰國 中國等等的寺院的法師 今年的余蘭盆共僧法會 將在7月19號星期日上午 在佛光山西萊寺舉辦 27位正在西萊寺參加短期出家修道會的 7至14歲小沙迷 也將一起應供 並隨同法師們遵循古禮拖播